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之外 婆媳关系也是一个复杂而永恒的话题 日前讲述了80后小媳妇成长故事的电视剧 《媳妇是怎样练成的》 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开播仪式 姚千宇 赵振阳 方子哥 颜宽等主要演员细数亮相 率先分享了该剧的精彩看点 是 我觉得我们的戏我一直在说 是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教科书 就是正面教材吧 可以教育大家怎么样去看完这个戏以后 正确地处理家庭的各种各种关系 姚千宇在剧中饰演一个知书达理 学识渊博 但又史胜独立 个性极强的80后儿媳妇 当她遇上萨仁娜扮演的固执 泼辣刁蛮的婆婆 随即就展开了一轮轮婆媳 斗智斗勇的故事 你们俩是不是看我闲着没事干了 斗了吗 现在养孩子有点太早了 是有点早 那你就等到我这个岁数再生呗 这孩子你生也得生不生也得生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孩子而起 我的意思是 这孩子我不打算要了 啊 儿子 你爸不是分子要狂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支持制片人好友 力挺好友的星座 袁宽此次更是友情加盟该剧 在其中客串一位海归医生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打酱油一号 除此之外 为了表示对该剧的支持 他还不忘推荐老婆杜晓婷也观看 从这部媳妇速成宝典中 好好学习学习 家人都会看吧 只要我的戏家里人都会看 对 所以看看其实学习学习的 看看他们怎么制动 据悉该剧将于3月13日起 在东方卫视黄金剧场 全国独家播出